我們下半場一開始要跟大家來分享這個主題是 從韓國KT投資內容產業來看 台灣電信產業的未來發展策略 我們要歡迎到我們的主持人以及兩位雨潭人 主持人是文化內容策技院的李明哲院長 掌聲歡迎他 兩位雨潭人分別是 台灣大哥大新媒體服務副總經理李鵬軍李副總 以及遠傳電信數位娛樂的蔡俊榮營運長 我們歡迎三位一起上台 接下來時間也交給我們的李院長 大家好 有點手蠻腳亂的準備一下 早上其實應該蠻多人從早上就開始聽 早上其實從不管是講Corecard的分享 或Netflix分享 我想大家應該都得到蠻多 我這裡簡單做一個開頭 因為今天重頭戲是台灣的兩大電信公司 對未來的一些看法 怎麼從韓國的一些例子去思考這樣子 那我這裡大概講一下 就是韓國做文化內容產業 跟台灣做文化內容產業的基本的不同 第一個是大家都知道 韓國從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國家有破產 那時候就選定了幾個產業要希望可以當作國家重新站起來的產業 其中一個是內容產業 那時候就訂了所謂的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 1999年的時候 那他們其實還蠻brief的說就是內容 就是內容產業是一個產業跟汽車產業電製產業一樣 是要能夠賺錢的 國家要靠它而強大 他們也蠻認為說文化內容產業要強 文化才能夠被輸出 那這點跟台灣可能蠻多的想法不太一樣 台灣就一直急著把文化輸出 可是其實要有強大的內容產業 其實文化才能夠塞在裡面被輸出這樣子 那再來是說內容產業是他們 其實是一個很擴散性很強的國家發展的關鍵 那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會蠻開心 可以希望兩位可以多分享一下 對韓國的觀察 然後以及自身的布局這樣子 那我大概再講一些基本的數字好了 第一個是說韓國的文化部 韓國的文化部的預算 占韓國中央政府總預算 大概2%左右 那台灣不到1% 其實很不一樣 第二是說我們來看COCA好了 COCA的預算 大家知道COCA一年預算多少嗎 COCA的預算一年有換算成代幣 130幾億 一個COCA相當於台灣文化部一年的預算 何況韓國不是只有COCA 還有COCA COCA 什麼有的沒的 他們有四十幾個 文化部下下四十幾個行政法人 300多個財團法人 那在這樣子一個量體不太對等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並不是說別人家怎麼樣 我們就能怎麼樣 因為產業的狀態也不一樣 那我們手上有的資源跟我們雙方的強項也不太一樣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題目滿有趣的 然後接下來講一下就是韓國的一些狀態 因為我想OTC的部分是大家最關心的 OTC的部分Netflix應該是最大的在韓國 那 WAVE 跟 TV IN 跟合併之後的 TV IN 應該是差不多差不多大 兩個加起來可能是 around 將近30%的市占率 那相對於台灣的local的OTC來說 都還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市占率 那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兩位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部分該怎麼去 有什麼想法該怎麼去處理這樣子 那韓國其實對於電信公司 就是說韓國政府其實對於產業 其實不管是思維上很不一樣 做法上也很不一樣 不是只有做補助嗎 那我想而且其實也是很積極的去讓各大的財團 各大的公司也願意把資源放進這個產業 把這個產業做得更好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就接下來就先請兩位先分享一下 對於說韓國電信 就是目前你們知道的 你們怎麼看韓國電信公司 對於內容產業的佈局 那我們從Gary先開始好了 院長 Definitely還有現場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遠傳電信的Gary 這個題目我講很有意思 因為今年9月這個疫情稍微和緩的時候 我們跟同事一起去了今年的首爾電視節 大家跟KT還有KT底下的Gini有了一個接觸 那遠傳電信因為跟KT 我們都是Konex的這個亞太電信網的一個夥伴 所以去年KT要做這個三年的媒體 我們大概知道現場大家都知道 今年本來最紅的那部片叫做非常律師語音語 不過這幾天我們家的財發家的小兒子有點後來居上 我們再講回這個語音語這部戲 這語音語的這部戲就是KT旗下的這個Gini Studio 去年開始Cooking的這個三年的計畫來的 所以今年在跟KT在聊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看看說韓國的電信公司跟內容公司的這個DNA 是怎麼養成的 簡單花一點時間 大家想成韓國的KT 大概想成台灣的中華電信好了 這是表面上是一家電信公司 不過這家電信公司跟中華或者說遠傳台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人家大概有20年的媒體的DNA 大家如果年輕的時候20年前 其實韓國就有了衛星電視Sky Life 然後這幾年你們大家有聽過Sky TV 這其實就是KT電信公司旗下的衛星電視 還有Cable電視台 所以換句話說這家電信公司在過去一二十年 就已經跟Content有某種程度的結合 而當這家公司在去年開始要做這個Genie Genie這一家就是它的Studio 就是這次於英語的這家公司的這個計畫出來的時候 我分享幾個數字大家聽聽看 它預計三年 從今年到二五年 它投的大概我把它換算成台幣好了 大概就是一百二十億 一百二十億台幣 然後希望做三十部的韓劇 加上三百部的IP 可能是綜藝 可能是短影音等等等等 這是Genie在去年的一個Business Model裡面 所呈現出來的 那我再跟大家share一下 他們希望這家公司三年之後花了一百二十一 大家希望在二零二五年它的產值是台幣一千兩百億 一千兩百億 我現場有很多production的朋友 大家也很羨慕 你投資一家公司三年 然後希望做到十倍 你不管從EBITDA 你從revenue 從什麼的概念來講 這都是一個大家很希望的 那當初大家其實說實在 大家一開始也沒有那麼看好 對不對 誰在語音語出來之前誰聽過KT Genie 但是呢這個事情就是這樣 他去年慢慢的cooking之後 他今年的第二部 這是他今年的第二部片 其實整件事情就開始來了 我們再講回來 就是說一家電信公司 他有一些媒體的DNA 他有一些financial的投資之後 他接下來怎麼走 那我講一下這個今年三月開始 他跟另外一家 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公司 開始了有一些企業合案 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CJ 那表面上看起來CJ是韓國 最大最大的內容製作公司 對不對 KT是最大的電信公司 這兩家應該打來打去吧 可是呢 這兩家換 不過這個中間有一個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Genie Studio的這個 Miss King 韓國人大概九成以上 都是金小姐 早上Netflix的金小姐 今天Genie Studio的這個CEO 也是金小姐 Kate 這個Kim 她其實是CJ出來的 所以這個也不難 對她來講 她回去跟老東家講 我們這個新東家呢 有投資三年 三百個IP的計劃 大家要不要一起來 把這個市場做大 所以今年的三月 CJ其實也入股了這個Genie 這個十個percent的一個investment 好啦 電信公司跟最大的內容製作公司 現在合在一起了 本來不是應該要打架 應該要分一杯跟的嗎 怎麼現在要合作了 所以我想從這一個角度 我想等一下 我想 Definitely 可能會聊 就是說 開始今天一個OTT 一個電信商 在做內容的時候 她跟 跟Local的這個製作公司的關係是什麼 跟IP擁有者的關係是什麼 我想等一下我們也可以更多 從這個角度來跟她分享 所以一開始就簡單跟大家講說 一家電信公司 她有蠻healthy的這個cash flow 她做了現金的投資 她想要跟擁有IP 從這個角度出發 然後找到了一流的這個製作人才 然後做了一些business plan 然後跟CJ的結合 簡單來講 這個很複雜的故事 我們把它簡單的說法就是這樣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一個開場 我想等一下 我們可以繼續聊一下 那跟台灣的電信公司 有沒有什麼義和的地方 我們怎麼樣學習 怎麼避免人家犯過的錯誤 我們不要犯 我想等一下有機會 我們再往下面聊 謝謝 接下來請Daphne分享一下 好 首先還是先問候一下大家 我是台灣大哥大李鵬軍 那我負責新媒體實業 我們邰哥大在新媒體實業 其實努力了非常久 那今天也很開心的話 再次來到就是今天的盛會 那一年一度的高峰會 那談這個主題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的話我先針對第一個問題的話 就是第一個議題的話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對於韓國市場的觀察 尤其是Korean的OTT產業 那剛剛Gary這邊直接的破題 所以的話我們在觀察的話 其實韓國在最近三年 其實有三波非常非常大的整病 然後這個是在政府的支持底下的話 有這三波 第一波的話是2021年的話 那大家如果有注意到媒體的話 知道SKT就是韓國的第二大的電信公司 它其實跟三大的電視台 然後做了一個整病 那做一個整病的話 它推出了一個OTT的服務叫Wave 然後Wave的話 那大家耳熟能詳的話 是因為它原先的話 就是韓國的第一名 韓國本土OTT的第一名 那市佔率的話大概是16%左右 那現在剛剛也提到說 第二波其實就是KT了 KT的話呢 它做了一個我們覺得 比較像是上下游的整合 因為的話KT本來旗下的話呢 其實是收購了非常多的IP 那這些IP的話包含那個網路 網路有一個叫Story with 就是網路上面的話小說 還有網路上面漫畫 然後這些的IP 那成立了一個有這個公司 所以的話他們收購了非常多的上游的IP 那上游IP的話呢 在根據這些他們自己擁有的IP的話呢 然後再成立Studio 我們剛剛講的是Genie Studio Genie的話 就背上這些IP的話 在發展他們的戲劇 那Announce的話就是 其實就是今年才開始嘛 今年開始的話 其實就二三十部一年的 這樣子的量級 那非常非常的成功是他們的Lavage 他們的Channel 這也就是原先的話 CJ非常厲害的地方 就是有這些Channel 本來的話呢 就會需要OTD平台也好 或者是剛剛講到有很多的有線電視台也好 他們都是在投資戲劇嘛 所以的話呢 這些Channel本身的話 就是有這樣子的capacity的需求 就是有這些量 所以的話在集合這些Channel 就是能夠的distribution的 的avantage 然後去把這些好的IP製作出來的 content 然後能夠很好的推廣出去 所以最成功我們看到的話呢 其實就是剛剛Garry有提到 非常律師 余英旅 那這齣劇多成功呢 那個我們其實 那個理事長有開示 他在媒體上面都有跟大家分享了 因為這齣劇的話呢 KT本來的話呢 是併了剛剛講的Sky TV 然後Sky TV是一家傳統的Cable TV 這個的話呢 整個現在改名叫做ENA ENA Entertainment DNA 這家公司基本上開台的第二部 就是非常律師 那非常律師的話呢 第一集只有0.9的收視率 因為的話大家知道 好像看Cable TV的人不太多 因為像OTC這麼紅 然後呢 演到最後一集的話 已經非常紅了 因為Netflix的話 再加上這個效益 全球帶動 他是當週的話呢 全球的話 收看時數全球最高第一名 所以的話這個話題 反回到韓國本身的話 帶動了整個Cable TV的收視率 然後到最後一集的時候 是16% 所以的話 整整是0.9%到16%的收視率 基本上的話呢 在全體裡面的話 其實幾數也不多 馬上的話呢 可以讓這家百年老店 我們不能講百年老店 我們大家好像電信業 常常被貼上一個傳統的名字 可是事實上的話 在做這個數位轉型的話 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然後呢也成功的 我剛剛聽到更壓抑的 就是理事長的分享 就是成功的 從那40幾台 我們大家知道嗎 收視率高的時候 就會移平嘛 移到第一平 第一台 所以的話呢 讓整個收視率 然後在韓國那邊的話 他們是非常市場導向的 我們這邊移平的話 NCC還要核准 他們移平的話 就是收視率高的就移啦 移到主頻道 所以的話呢 整個在數位轉型上 所以看這個數字上來講的話呢 覺得非常非常的令人訝異和驚艷 那當然第三波 我們現在迎接的 就是今年年底 或是明年年初的話呢 就是KT 投資的這個 OTT平台 叫做 Season 對 Season的話要跟CJ 的TV影 合併 那 TV影本身的爸爸是CJ 媽媽的話還有賴集團的注資 never的注資 所以這家的話呢 又是更強大的 所以合併以後18% 18%加16% 才足以抵抗Netflix的 38%的這個market share 然後呢 才能夠讓他們的話呢 拿到更多的boggling power 說我的這個韓劇的話呢 除了對不對 雖然非常律師的話 在Netflix播 全球播之外 韓國的 有線電視也播 或是韓國的OTT平台 頻道也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是韓國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 然後呢 我更具有啟發的是 非常律師這個IP 我們剛剛提到 是KT底下 IP公司擁有的 所以的話呢 所有IP的衍生效益 是留在韓國 KT身上的 這個對我們的啟發非常的大 我們也一直在希望就是說 我們在投資台劇的時候 無論是My Video的投資 或者是甚至國內 很多上下游公司的投資 未來的IP的延展效益的話呢 我們要讓它做得更好 然後現在的話呢 你看到非常律師這齣劇的話 美國也在找它合作 甚至要發那個NFT 然後中國的話想要把它改編 然後甚至就是中美都想要推出所謂的音樂劇 或者是舞台劇 那這些IP的延展效益和IP的保存以及再利用 只是是影視音產業一個非常中長期的話 一個必要的一個佈局 所以的話我們觀察到這三波 而且它中間的話在整個操作上面的話呢 和架構上面的話呢 我覺得是非常的 不得不佩服他們 想得非常的完整 而且非常的這個有前瞻和遠見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話也會談談說 我們自己的期待 說我們台灣應該要怎麼做 對那以上分享第一題謝謝 謝謝謝謝兩位 那我想其實從剛剛兩位的分享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韓國電信公司對於未來的競爭的策略 是非常非常的aggressive 那會隨著大時代的改變 其實會做很多很多不同很aggressive的一個做法 那而且其實不是超來超去的 是SKT有SKT的想法的approach 然後KT有KT的approach 它並不是一個me too的一個行為 那反觀台灣的電信公司 那大家好像是不是覺得 好像台灣的電信公司 比較不那麼精彩一點 那我們好像少了一些整合 少了一些整併 那我們好像各個三大電信公司 彼此間好像比較容易在本業裡面 我們兩個是好朋友喔 另外一家沒來沒有辦法 對就好像就是台灣的電信業 因為其實電信業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是 因為有很穩定的現金流 然後是有很大的營收很大的現金的流量 其實電信業其實如果可以很積極的去佈局它未來的發展 那策略不是彼此超來超去的話 我覺得還能夠扮演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幫助產業的前進 那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是學習到的是就是他們大概比較不會說 我們的本業就是電信業 所以我們就應該要固守本業 我們不會做這個我們不會做那個 我覺得他們就是還很aggressive的去 leverage 就是可以合作的對象 一起去把局做大這樣子 那我想其實台灣的電信公司也不是沒有想要這樣做 那接下來就想要讓兩位去分享一下 就是說台灣大哥大跟遠傳電信 目前已經做了哪些事情 及對未來的發展的一些想法 這樣子 那我們這一次從Daphne開始好了 我們今天來的話就是要支持那個政府或者是文策院拿到更多的資源 然後能夠支持那個影視台灣的影視音產業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這個韓國有三大的整病風 事實上的話這個都是在政府的支持底下的話 配合有配套的措施 那其實最大的配套的話就是投資抵減或是優惠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幸運 就是在過去這兩三年的話 文化部也好或是文策院也好 已經有一些新的措施出來 那只是的話我們覺得可能要更快 能夠促成我們整個產業的數位轉型 然後和我們整個怎麼樣去上下游或是水平垂直或是水平的做一些 無論是合作或是整病 因為講整病的話通常的話呢 在業界的話比較sensitive 就會說誰整誰啊 誰病誰 這樣子的話就永遠談不成 所以的話我們不要那麼sensitive 我們談一些資本的合作 那我覺得最容易的做法的話呢 我們現在這三年的經驗下來 應該就是最上游的合作 好就是我們提到就是平台本身的話呢 它其實事實上的話 它追求的是一個規模效益和比較一個是效率化 然後還有一些技術的投資一定是有規模性和效率的因素在 那可是content is a king 就是content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平台沒有content都是買的content 或者是都是跟國外這邊去做合作的content的話呢 事實上的話平台本身的獨特性或是差異化就比較弱一點 那當然國外有很多的話也是好的差異化的content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我們以myvideo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我們自己是同步進行的 就是我跟BBC合作跟Discovery合作 然後我把他們很好的content的話在我們平台上distribution 做那個發布 然後另外的話呢我也要投資台灣這邊的這個內容 無論是電影的內容或是戲劇的內容 那也跟很多電視台有合作 因為現在電視台也正在做很多的數位轉型 然後呢很多的內容的突破 所以的話看到我們最早的話跟三立的未來媽媽 或者是跟東森做2049 然後有很多部這個戲劇的話都是跟電視台 然後做合作和Lavage 這個其實就跟韓國的一些 初期合作的這個模式是非常非常的像的 但是我個人更期待的是一個IP 上下有剛剛講KT的模式 因為KT的模式的話呢其實帶動的不只是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電視台 或是這個都是頻道類的 無論是電視台或OTT平台 這都通路類的合作 而是說呢台灣這邊有太多好的IP 以前的話呢因為補助結構的關係 都是一片一公司 或是一句的話呢就是製作公司 也都是有很多中小型的製作公司 不斷在產生一個很好的內容 可是的話這些IP的話到底有沒有機會是在 這些上檔之前就已經規劃好的 是做很多的異業合作 那我們看到日本的例子也是 日本很會搞IP 所以的話你看日本的一部的動漫的話 它其實主要的收入不是來動漫的授權 而是周邊商品 然後甚至的話呢 是還有很多他們所謂的這個實體活動 樂園的授權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說 它竟然還有10%是樂園收入 我覺得非常訝異 所以的話這些的話呢都是 怎麼樣在水平上面的話去做IP的佈局 然後另外跨業的合作的佈局 另外的話呢 就是有一些長尾的效益也要讓它出來 因為這個IP的話如果再拍續集 或者是說再用在別的地方的話 很多粉絲都已經認得它 而且喜歡它了 所以的話它在做很多的發展的時候 現在看到好萊塢的 好萊塢的趨勢也是 你現在看到很多的都是 星際大戰1234 然後復仇者聯盟12345 然後對不對 那個所有的 這個好的電影的話呢 很多的角色或者是很多的這個劇情 其實事實上都是一個一個獨立的IP 就是獨立的 獨立的brand 然後獨立的粉絲群 然後獨立的社群經營 那這些的話都是我們 可以 未來發展可以參考的一些模式 那最終的話呢 我們還是再次的非常的希望就是說 國內的消費市場 然後大家這麼多人坐在這裡 然後聽我們檢討我們自己 是不是能夠像韓國一樣爭氣 然後我們還是很期望跟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現在的話呢 台灣的收視的這些消費者觀眾 還是大部分都在看國外的內容 所以的話我們很期待的話呢 我們上游有努力 然後我們平台有努力 好的在做推廣 那我們也希望帶動的話 消費者更愛看台劇 或是看台灣的電影 然後多多能夠給到支持 然後因為以前有個迷思啦 因為好萊塢的電影好像才願意花錢 然後呢 大家的戲劇可能大家都看到版 這種的那種很 就是五年十年前的那種 就是既定的這種 就是說怎麼講 成見或者是說 我們必須要突破的一個環境上的挑戰 我覺得我們很希望的話 帶動大家然後呢 多多支持 然後我們上游的創作 然後呢 我們上游的夥伴呢 也能夠在很多的 專案大案子上面的話 彼此合作 然後我們把那個 台灣戲劇的pipeline做起來 然後才能夠 量只好量多 然後才能夠 真正的話 我們講到文化輸出 或者是 未來的話呢 能夠做一部 更 在國際上面發光發熱的 好作品 那以上是我 針對第二題的話的一些觀察 謝謝 好 我想今年對遠傳來講 是一個 剛好 畫一條線的一個很好的時間 現在剛好 2022年的年底 如果把今天以前 我們叫做 過去這幾年 遠傳或者是 Friiday video的策略 用兩句話來講 那很簡單 一個叫採購 一個叫以頭代購 好 那大家知道 原來的遠傳的 Friiday video 基本上就是以剛剛講的 美國的五大片商 五個studio 全買 韓劇 日劇 動漫 這樣起家的 然後 在兩年前開始 有幾個好的 不錯的IP 也開始去投資 像是這個911的這個 極島冒險 就是reality show 然後另外一個 我想大家最近可能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的 就是這個公式的 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 類似一個我們看到的一個 IP的potential 就是兩年前的一個決定 也是這個 Definitely在台各大已經做了 蠻多部蠻久的一個model 那還是一個 以頭代購的一個模式 那為什麼說我明年開始 會要做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剛剛Definitely講到一個重點 今天這個電信公司 如果只是你的生殺大權 都抄在別人的手上 你今天買的東西 中了就中了 可是講難聽一點 除了你的收視率 留下來的這個月費之外 其他的都不關你的事 這個講起來好像就是 我們家的這個 宋仲基的這個 這個小兒子是一樣的 我當然非常開心 有這樣子的一部戲來 你說從拉新 他讓新客戶進來 他可以買一年的這個 年費都進來了 但是這一部戲以後 可以怎麼樣 說實話 的確跟這個電信公司 或者這個OTT 比較沒有相關 所以從明年開始 從明年開始 我們會做一些不一樣的佈局 那這個不一樣的佈局 其實也很簡單 就又回到了IP的這個身上 那如何電信公司或者是OTT的平台 如何對IP有比較好的掌握 那這也不難 就是我們從IP的上游中游到下游 一起來做連結 所以從明年開始 剛剛台下有很多製作公司的好朋友 在恭喜我們 所以事實上 我們明年會跟這個產業的上中下游 一起做核資公司 比如說擁有IP的製作公司 比如說有硬體的設備廠商 會做merchandising的 會做distribution的下游 所以換句話說 明年開始 原傳我們對於這個這件事情 我們就會從一個上中下游 一起來看 那這個一起來看之後 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說這個IP 我們就會擁有這個IP的這個rights 那這個邏輯是怎麼來的呢 因為以前如果你只是去採購的話 就是這好像是開玩笑 這叫博弈業 你買的那一部重了就重了 沒重就沒重 好像也沒怎麼樣 但是你們覺得 如果說這是你的事業 比起來會不會這樣子 你能夠操作的空間 你所謂能夠擁有這個產業的上中下游的 這個leverage 是不是相對的低了一些 的確是 所以我們跟這些公司合作之後 在操作就不是這樣子來做了 怎麼說呢 因為這其實跟我們上一題是有關的 就KT今天跟CJ要合作 CJ最大的製作公司 做的是content的這個owner 他為什麼要去跟電信公司合作 那我想基本上有兩大原因 一個就是會員 一個就是data 那其實會員data你也可以當 他也是同一件事 所以如果以遠傳來講 明年我在做這樣的一個IP的這個投資的時候 那這個IP投資首先回來 他能夠面對的就是遠傳這個七八百萬戶的這個用戶 那當然還有更關鍵更關鍵的就是data這件事情 因為電信公司是非常特殊的 因為我們行業的屬性的關係 我們對於收看我們的這個節目的TA 的details知道的特別的多 details知道特別多其實是對於production來講 是非常非常valuable的一些information 這不僅是就你知道在你的平台上 看不同類型巨型的人 他背後代表了什麼原因 他是什麼性別 他是什麼樣子的他的教育程度等等等等 你對你的TA的know-how還有他們的消費習慣 是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所以再講回來這個IP 如果你能從上中下游掌控 你今天做出來的東西 除了在你的平台上播之外 那麼甚至你可能可以在廣告市場上也可以展獲 那我從這裡再外擴到一題 就是說大家知道傳統的 Friday video 只單純做的月費 也就是所謂的sVOD 我們簡稱ASVO 那如果剛剛台下幾個朋友也在講說 過去兩天好像在Friday上看到了廣告 那我也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這個好消息 對的確從明年1月開始 這個OTT的平台從sVOD的model也會去進入這個EVO 就是Advertisement的VOD的這個model 那這個你聽起來這個故事好像是別人是不是也在上演 這個上個月Netflix DisneyPlus都在美國在內的十幾個國家也開始在進行這件事兒 就是當你的純訂閱制到一個飽滿的地步的時候 你的流量有沒有機會透過廣告市場來尋求回收 所以我想說這個ASVO跟這個EVO這個東西的結合 事實上我前幾天才知道美國給這樣子的model給了一個新的字 我不知道在場面知道這個字叫做PAST PAST 只是Premium 這個P就是Premium 就是通常在講說比較付費的 就是比較高檔的這個這樣子的OTT 它是有Advertisement Supported TV 所以PAST簡單來講就是未來的 從FridayOTT到Netflix到DisneyPlus 它基本上就是訂閱制跟廣告制的合併制 這個PAST這個model 所以明年開始 Friday也會進入這樣子的一個新的business model 就是說我不單靠會員的月費 我也一部分讓我的流量能夠變現 而在流量變現的過程當中 我剛剛提到電信公司對於data的掌握度 的確會比一般的OTT來得更深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覺得對電信公司的OTT來講 可以比較容易掌握的 那另外有一塊也藉機跟大家分享 我們沒有做了很多 不過這幾天大家如果翻開 這個理事長剛剛離開了 這個Homie這個臉書常常在寫的 有一個新的另外一個model 剛剛叫PAST 另外一個model叫FAST F-A-S-T 就是這個Free Air Supported Streaming TV 就是還是串流還是頻道的概念 可是頻道裡面呢是比較錢的 是free的但是全部靠廣告 那個model叫做FAST 過去的幾天大家在吵什麼東西呢 如果看HBO的朋友 大家應該知道過去的幾年 有一部很好的劇 叫Westworld 西方極樂 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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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知道這個HBO的母公司 華納跟Discovery合併了嘛 現在做老闆的是Discovery的頭 他過去這一陣子做了一個決定 他告訴Westworld的製作人說 你的東西就不需要上HBO Max了 你要不要把它拿下來 放進我們明年要做的這個FAST 這個全新的一個business model的東西 那各位大家也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平台要賺錢 我剛剛講過訂閱制 或者是廣告制 或者是把它變成channel的這個FAST model 所以連Discovery跟Warner的這樣子 這麼大的集團 可能明年也開始要走FAST 其實其他比較小的 大家如果去美國 這個機上有一個公司叫Roku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知道 以前叫Tivo 對不對 那個remote control 可以錄東西的 這幾年很多的這個APP 集結在電視上 那叫Roku TV Roku TV就是標準的FAST 這個model 那這個model 現在美國已經好多公司 包括Paramount Plus Fox 還有Tuby 這個FAST model 已經在美國 如火如荼的展開 那它要做的就是 同一件事情 就是要搶廣告市場 那這一件事情 事實上 以Friday video來講 我們的 今年開始 就是2022年 裡面也有 你把它叫做 我們叫做編播頻道 好了 這其實也不是新的東西 簡單來講 就是把你的片庫 用channel的方式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FAST 這個model 我們現在也在試 所以講回來 從明年開始 對於台灣電訊公司 這個OTT來說 我們從原先走了 七年的一個SVolt model 然後明年會一開始 try這個廣告制 然後甚至我們也去touch一下 這個FAST 這一種所謂的一個 全新的model 有沒有機會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再搭回來 就是因為電訊公司 擁有兩個 跟其他OTT 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我有比較多的 會員數 跟我有針對這些 會員數 我的客戶 我對於他的data 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所以基於這樣子的 一個前提底下 我想我們未來的這個策略 都會環繞著這個角度來走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明年這個遠傳 或者是Friday video 我們會做一些新的嘗試 也歡迎這個台下的朋友 可以多多給我們一些指教 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Daphne跟Gary 那我想企業經營 本來就是 核心的一個重點 就是怎麼運用既有的優勢 來創造長期的競爭優勢 其實電信公司有獨特的一些優勢 不管是會員data 或者是什麼 我覺得多有它 我覺得也蠻開心的聽到說 兩家電信公司已經跳脫 比較狹義傳統 這種OTT服務 就是靠雜錢 來取得熱門篇的版權 來獲取用戶的競爭思維 因為用戶因而而來 就因而而走 因為這裡有牆片來 就會因為下一部牆片 不在另外的地方 而跑去另外一邊 這樣錢 錢扎一扎去 最後都是 都沒有在自己身上 這樣子 那 我想其實就是 這個 兩家電信公司 我想的競爭的策略 也不管是Beech's Model的各種嘗試 或者說是KT的模式 或是SKT的模式 或是怎樣的模式 我覺得都有不同的想法 這都是蠻好的事情 那我想應該兩位都很樂於就是 希望跟大家多一點不同的合作 不只是買賣的合作 可能可以考慮資本的合作 或者是其他更密切的合作這樣子 那我們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來一個最後一題 就 就說 嗯 能請兩位分享一下 就是說 對於台灣這個產業 那未來面臨的一些競爭或挑戰 或對於現況 從你們的角度有觀察到什麼 希望給大家 就是有怎樣的一個建議 這樣子 那誰先 好 我先好 OK 那當然先 首先的話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在整個策略上面 執行的時候分面向的話 有不同的挑戰 然後也是 可以的話呢 也是很希望 能開放一些合作的機會 讓大家多了解一下 如果跟 在未來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的合作的一些方向 那首先的話當然是通路 我們自己的話會把通路的策略的話 就是要把通路打通 而且做得更強 你看到韓國的整個例子的話 就知道說 他通路的話還是要有一定的 一定的 跨裝置 或是跨平台的一些合作 然後 尤其是我們現在的市場的話 其實還沒有到那麼飽和 所以可以看到台客大這邊的策略的話 我們還是跟Disney Plus合作 然後甚至的話BBC Discovery 都有合作引進的內容 那引進這些內容的話 就是用通路加內容的話 把我們自己的用戶服務得更好 所以這個的話會持續做 然後挑戰當然是說 我們在OTD這個市場裡面變化非常大 那大家知道做平台做通路 大家都是有點虧錢在做 那國際平台的話會稍微有點優勢 因為的話看起來 今年的話呢 很多的平台的話 也是有一些所謂的收益 或者是 甚至原先虧錢呢 現在也有一些轉虧為盈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我們會持續做的就是 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在資本的內容投資上面 資本的合作 那這些資本的合作的話呢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 我剛剛提到的是說 我們跟電視台或者是 直接投資一些巨之外的話呢 我們其實更展望的話 是希望的話 我們做一些國際接軌的投資合作 所以的話現在目前的話 已經有一些國外的合作 然後已經正在進行了 除了這個 大家知道我們集團有投CAA 最大的agency company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在過去這兩三年的話 很積極 然後我們投了那個 好萊塢AUM的Movie Fund 然後在國內的話呢 其實也希望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內容的產自上面 有一個pipeline 有一個showrunner的機制 所以有的話跟漢草合作的話 跟漢險這邊的話 加入他的這個合影室 然後合影室的話呢 也是在做很多上游 還有IP的開發 以及未來這個pipeline上面的管理 和這個distribution的strology 這個的話也會繼續做 這個的挑戰的話 就是很多上游公司的話 就會覺得 那我們也可以來做很多的投資 或者是買具 可是我想碰到很大的挑戰 就是像韓國剛剛提到 他們是很快的能夠整併 好 那這邊如果說一片一公司 這個戲劇上檔 或是電影上檔完了以後 這公司就結束的話 其實就很難去買那15家 20家公司 因為就沒了嘛 所以的話呢 在做長期的合作的時候 像委員先生的話 就碰到一個架構性的挑戰 所以這個是要克服的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IP的合作 IP的合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除了我們自己影視音產業之外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的話 我們其實有佈局遊戲 然後呢 遊戲跟動漫其實是非常接近的一個IP的一個生態圈 一個生態鏈 另外的話呢 我們現在也跟好幾部這個劇的製作單位在談 就是怎麼樣去Lavage 我們台灣最大的電商平台 Momo Shopping的話 去做周邊商品的開發和推廣 那未來的話呢 就是在這方面 如果說我們能夠在單純這個投劇買劇之外的話呢 能夠做比較詳細的規劃的話 那這些的話都是一個很大的基底 那也很希望就是 大家如果在這個領域裡面的話 有一些好的idea 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共同來做什麼事情的話 都很歡迎的話 會後的話 能夠大家來一起交流 來 以上 謝謝 如果說未來OTT面臨最大的挑戰 我們要講前三大理由的話 我想它的答案應該是同一個 那就是盜版 盜版 盜版 這個盜版的例題大家聽了幾十年 真的聽得非常的煩 我們其實也非常的煩 可是大家可以想像 其實這個問題在台灣並沒有解決 但是我想今天篇幅時間的關係 我們不多談這個議題 我只是希望今天應該還有很多 除了媒體界的朋友 如果有政府界的朋友在這裡 對於OTT平台在以後要繼續競爭下去的話 恐怕還是必須得解決這個盜版的問題 那回到business model的話 我想我們要面對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國際平台的這個進合的關係 那我們再用剛剛這個從頭到尾在講的這個語音語 這部戲來做一個例子好了 今天這個是KT的一部戲 那它的這個單級的這個 這個production的這個價錢 大概在2400萬台幣左右 那我們看看今天早上Netflix的這個 另外一個Miss Kim 他來跟我們大家分享 比如說紙房子好了 這個拍了兩季的這個 紙房子的一級的這個單價 我相信動不動大概在5000萬左右 那再回到台灣的這個市場 如果還好今年因為有華燈的關係 整個這個production value 拉到30萬美金 900萬1000萬 但是但是那些都是稀有的 就是非常非常稀有 我想現在台下這麼多製作公司的朋友 現在大家在看的通常的production 大概在一級五六百萬左右 所以五百萬vs2500萬vs5000萬 那真的便宜的東西做不出好東西嗎 當然是未必 不過我相信大家可以從這個數字看得出來 如果是一個本土的一個content 他用這樣子的一個資金的支撐底下 要能夠跟國際平台競爭的話 事實上它是有很多問題的 所以我想對我們 對於不管是遠傳台科大 或台灣所有的local OTT在內 我想我們要勇敢的告訴自己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走出台灣 因為如果我們繼續去做 content 只能fulfill我們國內市場的話 事實上這個是很難跟國際平台競爭的 那也在此也要跟 也講給自己聽啦 也講給台下的阿 聽說我們常常覺得這個市場化 好像是一件很丟臉的事 但是我想了一下其實這一點都不丟臉 我們的金馬獎金鐘獎很多獎項 還有獎勵的政策 事實上常常會給一些 其實非常具有藝術性的project 那也沒錯 但是我想回歸到今天談的這件事情 我們之所以大家聚在這裡 就是因為這邊有一個市場 而這個市場需要有市場性的東西去做延伸 所以我也告訴自己 也希望這個國內的上中下游 可以盡量往市場上來靠 這往市場上靠真的一點都不丟臉 有人看的東西真的不是壞事 因為有的時候會聽到 沒有沒有 這是這個homie跟我講的這個笑話 因為有的時候獎勵政策的時候會講說 你這一部好像已經賣掉了 或者說你這一部好像已經有人投了 那我們要不要去獎勵 這個別部還沒有人投的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我就藉這個homie的笑話來跟大家講說 其實台灣local的OTT要生存 台灣的content要走出台灣 這個最大最大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擁抱市場 而且我們要擁抱台灣以外的市場 所以我想對於 Friday或者是遠傳 明年最大的挑戰 我們希望我們involve的所有的IP 都是能夠希望能夠帶著台灣人的智慧 走出台灣的這樣子的一個期望 因為唯獨只有這樣子 我們才有可能跟國際的OTT平台競爭 那以上就用這樣的話來也請勉自己 也希望跟台下的朋友來一起分享 謝謝 我插一下話 因為的話剛好Gary做了一個球給我 那因為今天的話有很多業界先進在這邊 那大家可能也擔任那個金馬獎和金鐘獎的評審 所以的話我未來的話請大家那個多拉一下票 因為剛剛講的就是我們投資了很多台劇 然後還有台灣電影 然後呢也很開心的話有收到提名 然後呢就我們提名的12項金鐘獎 就共估 全數共估 我們有一個最佳人氣獎那個火神的眼淚 然後讓我們能夠覺得那個很開心 然後聊表欣慰覺得可以跟老闆交代 那那個我覺得人氣獎的話就是觀眾的支持 然後呢很多的國際平台或者是平台的採購的話 也是代表一定的市場性 因為好幾出真的就是開了很查金啊 也是開了大紅 那可是的確的話就是金馬和金鐘的話 其實是代表性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獎項 那我們也很希望的話呢 這些獎項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也或者是在補助上面的話 也得到一些市場性的指標的支持啦 然後因為現在補助的話就像Gary講的 常常就說你們已經很 這豬一定會賣所以我們不補了 所以的話這樣或是我們補少一點 這樣的話呢我覺得 或者說投資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的投資辦法的話 會把大家卡著 就是沒有辦法顧慮到市場性 我覺得有點可惜 那我們未來的話還是期待說 一起努力 然後尤其是政府這邊和我們社員這邊的支持 這樣那個ISRA會不會有很有大壓力 不會會 好啦我說各位有點超時 那個我想老實講啦 產業的我們做的是一個內容產業 產業的競爭是蠻現實蠻殘酷的啦 那台灣的內容要跟國際上其他內容競爭嘛 那觀眾的時間就這麼多嘛 那不好看不喜歡看的內容就得不到觀眾的時間嘛 這很競爭這很現實的事情 那Local的OTE平台跟國際的Global的OTE平台也是競爭的關係嘛 那大家花在娛樂的口袋就這麼多嘛 那如果有盜版免費的選擇可能就會 就會又會有其他的分布出來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在都是產業界的人士 其實都要誠實面對這個競爭的狀態 那我們要怎麼去選擇我們的競爭策略 其實我覺得整個從韓國的韓國的做的事情 韓國的電信公司做的事情 韓國的Corka做的事情 Netflix跟韓國合作的經驗 我想都只是一再再的 不是要大家去抄他們怎麼合作 是一再再的提醒大家 我們要去思考的是 我們怎麼去過建我們的中長期的競爭策略 我們有我們的優勢 有我們的資源限制 那我們中長期的策略應該要怎麼去過建出來 那會非常的鼓勵大家多思考 競爭策略如何被組建出來 而不是Always就是所謂的Focus 做創作的Focus在創作 然後做電信公司的Focus在電信公司 因為這樣的話 在現實的見證中是會越來越辛苦的這樣子 那 最後是跟另外一家喊話嗎 欸 哪一家 要問 有沒有就是說 現在還有五家 對 就是說再來是說那個 我想其實就是 合作有很多 因為其實剛剛兩位的分享也都講到蠻多 合作有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的角度 那真的不要只停留在就是只想拿補助 只想賣東西 我們有更多更多合作的方式可以去發生這樣子 那文車鞭扮演的角色大概就是 無條件的去支持所有對於產業化有注意的事情 那我們也會持續就是 因為我們手上有的工具 因為我們在政府相關部會間的影響力 希望就是大家在制度面 在法規面可以更健全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如何建過自己中長期的競爭策略 那今天這樣就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再次掌聲感謝我們台上三位貴賓 精采的分享